接下來四月份就會再度開你的紅冠演唱會 是 是 心態上我想有點不同吧 是啊 坦白說沒有上次那麼緊張 因為始終第二次 但是有壓力 那個壓力是來自於因為人生只有一次的十周年 究竟我怎樣去利用這個十周年呢 究竟我是用一個回憶的方法 還是用一個展開人生 另一個十年的方法 還是控訴這個世界 沒有欣賞我這十年 還是很感謝大家這十年不斷支持我呢 要找一個方向去做 因為很多東西想做 但是如果樣樣都做 好像不是很集中到那個主題 所以一直都在跟團隊溝通 跟導演 跟監製 找一些位置 找一些落腳點 大家都舒服 而且在做完演唱會之後 大家真的表達到我想說的東西之間 歌迷走又可以獲得到 你會這樣 就是不同的身份和角色 去再顯示這個人質 所以就在演唱會裡分了很不同的部分 去講我自己的價值觀 例如一開始可能會用一個夢想 怎樣去one step closer的夢想 第二樣就是one step closer當然我的歌迷 怎樣和大家越來越近 可能由以前壓不到手的 這次可能再近一點 真的壓到手去到你的位置 或者one step closer to自己 因為做了這麼多年 有時候做著做著 真的會跟自己分離 靈魂 即是黑了那首歌 靈魂肉體的分裂 那真的靈魂和肉體 可能肉體出了工作 但是靈魂一直停留在同一個位置 就可能我在做什麼呢 有時候會問自己這樣的事情 會迷失了 那所以要找回自己 怎樣去one step closer 自己也是一個值得 我自己去和大家分享的一個部分 另外當然就是愛情 怎樣和大家分享我一個 one step closer to 我太太的一個部分 因為其實 哇發達了 她從來很少公開這一部分 其實我結婚這件事 我從來都不說 也都只說了給很少的人聽 但是最後被記者朋友拍到 被曝光 那回到香港 其實我自己很抗拒 去說這件事 包括演唱會 我也不想說 但是去到有一個位置 去到突然想 就算其實我不說也好 大家都會說 會討論 傳媒都是會討論 都是可能會在座位找她出來拍 不如我自己大方一點 我會選一些歌 是我自己寫的 是當年送給她做禮物 我會放在一部分裡 那一部分是 和大家分享怎樣去one step closer 和我自己的愛情 包括我的宣言 是啊 就在這個位置 那時候死都不肯說 一條問題 在你過去的音樂世界 你自己的作品裡面 其實多不多用這件事 去送給女朋友 多的 原來很多的 其實裡面也有很多歌 是送給她 當然也有很多歌 寫給不同人 譬如患病的朋友 寫給我一班兄弟 我一班同事 我一班歌迷都有 但是有些點題 我自己會在演唱會裡 跟大家解釋一下 當年為什麼我會寫這首歌 當年我沒有說 還有不想說 現在結了分給大家 是啊 因為畢竟都是一件開心事 我收到大家的祝福 開心是有期的 是啊